大家好,我是小云 最近大家都闷在家里 教大家制作烫面早餐小糖饼 简单好做,凉了也不会硬,特别的好吃 首先准备150克中筋面粉 再倒入90克开水 搅拌成面絮 搅成面絮之后,再下手揉成光滑偏软一点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盖上盖子松弛10分钟 接下来制作糖馅 小碗中加入2大勺白糖和2大勺面粉 搅拌均匀 这样糖馅就做好了 然后把饧好的面放在面板上 揉面抑制2分钟 再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 我这里一共分了9个 每个小面剂再揉圆按扁 擀成中间稍后的面饼 再舀一勺糖馅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再按扁擀成小饼 注意别擀露馅的就可以 全部做好之后 电饼铛加热刷油 放入生坯 上面再刷油锁住水饭 烙至底面微黄 我们翻面烙至另一面 这样来回翻面 直到烙至饼皮慢慢鼓起大包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种烫面做的小糖饼 柔软香甜 凉了也不会硬 特别的好吃 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